你下去喔 我下去喔 我都救了 我的手啊 你要嘛 他先动手 我有录影喔 打你 你先动手喔 在车上的现议员老公黄先生用手机搜证 和戴红帽的曾先生从吵架变成户殴 为了救世前方怪手施工封闭的道路 事件发生在苗栗滩安温泉盛地 地主女儿控诉现议员老公黄先生 因为买不到他们家的地 就一天到晚找麻烦 22号上午甚至将自家车辆挡在整地的施工路口 影响施工 我一下来他就用那个手机一直照我 你照个五分钟就好了 为什么一直要照到两个半个小时呢 我就我就把他那个手机飞起来 我飞起的时候 我就我就那个没有准备说他会打人 我以为他不会打人 他以前就打到我的这个 上罢打到我 那时候我的那个牙齿就掉下来了 九点多的时候我们收到那个电话的时候 他说我们的那个施工的那个进出口 被那个黄国正用他的轿车给挡住了那个施工的那个入口 以至于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去施工 然后整个施工过程瘫痪这样子 不过被指控的黄先生也出面反驳指出地与地中间原本有一条继承农路 但因为施工几乎被覆盖掉 执行政部门有瑕疵 但对于引发户恶的理由 双方人各说各话 我当时我是在停在马路上等警方来收正 并没有阻挡他的工程进度 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我行动不方便就停在马路上 我并没有进其他工地阻挡他 冲突发生的第二天二三号 都为当地主人也拉起布条 深远曾姓地主 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农路的认地不同 黄先生认为公家农路应该开放使用 但曾先生则主张徒弟所有权 二十号双方冲突当天 刑事主已至现场采政 全案交由大湖分局侦察队处理 人事新闻比例已故 苗栗泰安采访报导